新闻肺炎疫情还没有和缓迹象 不过全国第三级警戒即将在5月28号到期 金融市长林又昌基于三种状况不明 及两项稳定的重要性 尤其6月12号开始一连三天的端午廉假 也让林又昌担心万一降低全国警戒层级 可能会再度成为防疫破口 建议防疫指挥中心应该将第三级警戒期限延长两周 强烈建议中央 全国三级警戒延长两周 那主要原因呢 有三个不明两大稳定的一个考量 第一有许多的确诊者去向不明 第二现在有许多的感染来源不明 第三是首都圈外其他县市的扩散状况不明 另外是两大稳定 这个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是校园一定要稳定 现在有许多的学生确诊 那如果贸然的仓促复课 我想老师跟家长都没有办法安心 那校园恐怕会成为新的压力破口 那地方政府也疲于奔命 第二是疫情要稳定 那六月十二号是端午的廉价 是三天的廉价 那若此时民众松懈了 那两周来的严格防疫就将会前功尽弃 所以我也在这边再次强调 其实从本土疫情 这一波爆发以来 我们台湾民众很自律 那中央跟地方政府 大家也都很努力 也都团队的合作 其实我们的表现已经非常的好了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松懈的本钱 因此我强力建议中央 全国三级延长两周 另外原本预计 5月24号下午4点恢复营业的 爱斯陆夜市已经自主延长 停业时间到5月28号 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线台湾工程的 基隆庙口夜市管委会也宣布 将延期到6月1号下午4点 在恢复营业 记者张其滩金融报导